好 观众朋友 这节的欢迎大话题 来聊聊家大业大 今年欢庆成立100周年的迪士尼 熬过了新冠疫情带来的损失后 这个后疫情时代 他们的各项财报数据和串流竞争 确实不尽理想 显示了强大的米老鼠帝国 似乎还没有从这个疫情中喘过起来 节节败退 以迪士尼截至11月的市值 大约是1700亿美元 这还输给了只在串流打轨 没有上到传统院线的Netflix 对方现在的市值大概是2088亿美元了 来看这张大饼图 同集团的Disney Plus加上Hulu 在美国串流影音市场 大概有23%的市占率 稍稍要比Netflix多出了两个百分点 但如果是一对一的话 Netflix还有让Disney Plus 9%的这个空间 那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事实上在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 Netflix的市值就已经超车迪士尼了 反而大家意外的是 COVID-19都过了 那当迪士尼引以为傲的院线大作 纷纷回归 还有集团的金基姆 迪士尼乐园恢复营运之后 迎来报复性的人潮 怎么这个市值没有强烈的反弹呢 那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旗下的IP影视 投资太多 回报太少 从王牌变成了脱油品 2019年可以说是迪士尼影视的黄金年份 十大卖座的电影里面有八部 都跟他们有关系 而且票房都超过了10亿美元这个门槛 而之后疫情来了 整体的电影市场走了一个V型的曲线 然而迪士尼许多的IP 过往的成功方程式 却不再灵验 矫网锅这样的政治正确 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 像是长年制霸的超级英雄片 漫威这个系列呢 第四阶段跟第五阶段 无论是直货量 都是一个惨字 最近的旌旗队长2 更是收获了差评如潮的评价 制作成本超过了2亿美元 看来注定要惨赔了 而回国的执行长 Robert Iger他就坦言 大萤幕跟串流影视双管旗下 还有庞大IP 衍生作品的多点开花 这的确有数量 稀释品质的这个走势 还有观众审美疲劳的现象 他也认为呢 如今迪士尼的作品 不能再用过往 他们的高标准来审视了 因为整个时空背景不同了 而可以确定的是 明年也就是2024 将是迪士尼的节省年 他们目前只计划推出四部作品 那是否是降低产量 来拉高品质 赢回口碑 显示高层要整顿迪士尼的决心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以上就是本节的 欢迎大家的话题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